翻譯 Melo 大家好 Sorry我忘了帶了一個東西 真的很抱歉 今天是我人生第一個演講 所以 所以我決定把這裡當成是 你們來了我的店一樣 我覺得這是我的家 所以你們來了我的家 所以我必須要脫鞋子 OK 讚抖的感覺就是這種感覺 好 大家好我是Zoe 香社大家有去過嗎 我相信應該是有一些人去過 有一些人沒去過 有一些人聽過 有一些人聽說很難定位這樣子 好 請放到最前面一張好不好 再前面一張 OK香社這個名字 它是香味的香 顏色的色 然後香味其實它是取決於 嗯 日本的色譜 日本的色譜 他們在形容顏色 在很久以前的時候 是沒有形容詞的 所以就會說 可能 嗯 葉子的顏色它叫 朽葉色 所以我覺得這個意境很美 所以我找了這個名字 找了很久 我覺得是一種緣分 那香色它其實是 形容膚色的意思 那跟我們想要傳達的一種意念是很像 就是樸質原始跟本味 還有回到人的本質 所以我們就取了這個香色 而且它跟顏色跟味道是可以感覺得到的 所以我很愛這個名字 因為覺得它就是我 我就是它 然後我們下面有一個slogan叫做 Our house is open for you 就是我們就像一個家 我們那個地方是要按電鈴的 所以我希望你們就像你們去找朋友 按了電鈴 然後很開心進來 然後我也可以很自在的接待你們這樣子 所以就是這樣子 OK 下一張 然後 我是Zoe 然後我開了這家餐廳 我還有一個partner 然後我的partner負責空間 我負責食物 然後我在 在 在 我25歲的時候 我 花了一年的時間 一對一 在緋色學了頭髮 就從 洗頭髮開始 然後 就所有東西在一對一 每一天都上課 就是所有就會有很多的設計師 包含老闆 包含任何人都會教我 從洗頭髮 從 剪 從洗頭髮 燙頭髮 捲頭髮 什麼短A 很多 然後 還有怎麼樣幫客人整個接待 還要洗頭髮 還有SPA 然後之後再開始做 藍髮 我就要開始找很多的 我就開始要藍髮 我要記錄 今天應該要帶來的 因為那些 藍色的頭髮還在做變化 然後 懶頭髮 然後 懶頭髮 然後到了採檢 然後我在肥色的東西 學的東西叫做自由採檢 我覺得那時候我才知道 什麼叫做 原來我覺得有一些事情 不是你想像中 可以用文字可以去代表你心裡想的 因為自由其實是很抽象的 可是跟你的心態 跟你的狀態 是有很大的關係的 所以那個時候我聽到自由採檢 這件事情其實我很好奇 我也很想要探索 我到底怎麼樣在所謂的採檢裡面 不是所謂的Vida Sassoon 他們是非常數據採檢的 然後 我就這樣經過了這一年 然後 可是 我之後就 也到了現場去做了助理 從洗頭髮開始 洗到就是過年要洗到手要爛掉 還會流血的 所以我覺得美髮業 其實真的非常辛苦了 真的是辛苦大家了 然後 我做了 一年之後 我出去就當了設計師 其實是有一點韌性的 我就覺得 我有美感 我應該可以去試試看 可是那時候 我的心裡根本沒有準備好 所以 我就在接觸了差不多兩三年之後 我找到了另外一個可能性 就是我對於食物是有感覺的 曾經有一個非常老饕的人 告訴我 他說你的味覺真的很敏銳 你也吃得到什麼叫做味道 你也吃得到別人吃不到的味道 那時候我才開始慢慢 喔 原來 人是需要被啟發的 或者是需要被鼓勵的 所以在那個時候 我有個緣分 我就到了 我就開始選擇 我到底要怎麼樣開始我食物這件事情 所以 之後選擇了日本 我在日本待了將近快三年 然後日本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國家 它是一個集合了全世界的東西 然後放到它的國家 然後之後是非常 變成是他們自己的語言去詮釋 然後告訴別人說 這是我們自己樣子的 法國味 什麼味 大家就會變得很認同 包含我們台灣其實也是 比較屬於比較靠近日本的 可是其實在日本的那一段時間 我看到的東西是 他們的文化 還有他們對於 美學 這一些東西很多細膩 我覺得 我覺得我心裡感覺到 那個細膩跟我是吻合的 我很開心在這裡 可是那個國家是非常 繃緊的 每天其實很恐怖的 然後 可是在那個地方 我就盡量去感覺他們所謂的那個美 我就一直吸收 我每一天都花很多時間去市場調查 我一個人在日本 然後又經過了311大地震 311大地震的時候 我在36層的21樓 然後是1點46分地震 然後我到了晚上大概8點多的時候 才踩到地上 所以那一天其實我以為 我的人生應該要結束了 因為我不知道房子會不會倒 然後電視又在播放著海嘯 那覺得很像是電影的感覺 所以我就用了這股很韌性 然後一直撐住 然後結束了我3年 在日本的學習 然後我回到台灣 一切從零開始 我開始不適應台灣了 我開始覺得 怎麼辦 我到底是誰 我到底要從哪裡開始 我真的能做嗎 我可以開店嗎 我就是一個 我就是 其實Zoe就是一個 愛做夢的小孩 我想要回到那一個 最初的那個小孩 就是我們每一個人的內在 都有一個小孩 我現在願意聽聽這個小孩告訴我 我到底要什麼 所以 我的香色 在我回來的兩年之後 有了這個地方 可是在那個之前 可以放一些空間的照片 這個門 這個門 這個是入門 然後這是邊桌 一個我很喜歡的位置 然後這是裡面 這是外面 桌上都 上面還有寫一些字 就是如果你們是 你們有什麼名字 我們都會寫上去 是因為 我的朋友去國外體驗過 然後他覺得 有人把名字寫在那個桌上 是一個很有溫度的感覺 然後有時候會很驚喜 這樣子 對 這個就是現在 我店裡的空間的樣子 可是 OK 實在是不能自己調那個 TEMPO 真的是滿奇怪的 可是 希望大家 就是 我會跳來跳去 不好意思 OK 好 剛剛說到有一段話 對 這一段話 就是食物永遠 我覺得它是可以 讓你放鬆 讓你又覺得 回到一點 有能量的感覺 然後讓你吃得會開心 讓你覺得 你今天又得到了一點放鬆 所以我覺得食物是一個 很特別的一個 媒介 所以 在這個的空間裡面 在我還沒有這個空間的時候 我在之前 我花了兩年的時間 在 在找尋一些可能 所以我就從外匯開始 曾經 我的外匯其實就是我自己 我不知道我該怎麼做 我只能 用我自己的想像開始做 所以 有人 有一覽開幕 我就說 那我可不可以去準備小食物 或者是今天有什麼特別的活動開始 我就說那可不可以怎麼樣 然後我也在家 每一天花了很多時間 一直開始做東西 晚上就是喝了酒 我開始想像 因為晚上的時候特別有創造力 對 然後 這個就是 我的一些畫面的 很早期的 可是這個照片是我在 相設還沒開的時候 我們完全沒有店面 我們是先從 一張畫面開始說故事的 這個是其中一張 我就每天要花很多的時間 想一下我今天 要說一張照片的故事是什麼 那個時候我在做的事情 就是有人覺得是攝影師 有人覺得你在做外匯 有人覺得你是在做什麼 或是做什麼設計的 看不太懂 其實我們就是想要讓人家看不太懂 因為我們 還在慢慢讓那個雛形 越來越聚焦 只是我們需要用一些 用一些吸引 然後或者是好奇心 來讓大家覺得 這件事情是什麼 然後產生了那樣好奇 我覺得因為生活有一點無聊 我們就是因為覺得無聊 所以我們才那麼努力的去做 去創造一些我們覺得有聊的事情 然後這是我還沒開店之前 我做了一個一百人的外匯在華山 是小朋友的衣服的發表會 我們就做了一個森林的概念 旁邊還有那個棉花糖可以吃 對 這是這種感覺 我們想要把所有的大自然 所有美學 用我們自己的方式 不是所有的外匯 就一定是要擺盤子 用什麼很乾的東西 我覺得應該要有溫度的 然後這是我們在華山有一次 那個簡單生活節的時候 King Fork來到台灣想要一些 King Fork其實也就是在講 這個雜誌也就是在講生活 所以那時候就找到我們 那時候我們也什麼都還沒有開始 可是我們就去做了這一件事情 可是我們就去做了這一件事情 然後我就準備要 就是準備像我們在那種花園裡面 可以用餐 然後感覺鳥 感覺今天天氣的變化可能很熱 可能下雨 可能下雪都有可能 然後我們就營造了這樣的地方 然後準備了食物 食物上面還烙印著King Fork的一個K 所以我還永遠記得 這個就是那個時候的畫面 那時候其實我覺得就是 我們只是在呈現一個畫面 可是呈現這些畫面需要很勇敢 需要不管別人說什麼 很任性的一直去 去跟著自己的心走 然後這個外匯這個是我跟三宅醫生 醫生明明的一個合作 這個東西是他們好像是去年的 他們這個系列是有水墨跟色譜 所以你看到有些墨跟顏色的效果 其實我是要表現那個東西跟它呼應 然後這一張是我第三次跟三宅醫生的合作 因為就是我覺得有一種默契 他知道我會幫他們去設計 我會聆聽他們的東西 所以我找了我們三次 然後這個是很特別 我想跟大家講的是 這個是一個真蛋糕 然後那一次的系列它是花的概念 所以我把花印到了蛋糕裡面 可是為什麼它可以長成這樣 是因為是我們台灣的蝶豆花 蝶豆花裡面有一個很特別的青花樹 所以它這個顏色就會非常的保持那個鮮豔 然後它整個是繞上去 是烤完的時候 我整個人自己很開心的覺得 哇賽它怎麼表現這麼漂亮 所以我把這張我就把它 就一定要把它拍下來跟大家分享 是我覺得很多東西是你在做的時候 它總是會給你很多很多很多的回饋 然後我會得到很多很多的能量 所以可以下一張 然後這個也是花 這個是用地瓜片去表現一種花的意象 上面是金箔這樣子 然後旁邊這些花的意境是我跟李季 一起做山水畫跟食物的結合這樣子 這個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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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個是第一次合作 然後我這整個東西是要把它表現成衣服的質地 有毛衣的感覺 有鈕扣的感覺 那個葡萄就是鈕扣 對 所以剛剛以上看到那些是我非常出奇 一些 一些 我覺得我是在累積很多很多經驗的時候 然後我正式了 開始有了墊的時候 那就不一樣了 我怎麼就會要變成一個chef了 其實 我覺得那個 這個是一個很大很大很的人生的一個很大的開始 這個食物 OK 這個食物叫做鈕扣 它其實就是Comfort food的代表 我想要傳達的食物就是它是可以撫慰人性的 所以這個食物裡面的那個鈕扣就是所謂的麵糰子 不是台灣的麵糰子 我是把它一般是馬鈴薯我把它改成地瓜 對 然後讓它這個味道其實是整個是燉的 然後味道是比較淡雅 這個是到現在大家都會很喜歡的 因為它是一個有滋味的 然後熱熱的 然後很過癮 然後有點辣辣的 對 下一個 然後這個是小卷 再一個 牛肉 好 OK 剛剛看的食物就是我分享一些我們自己平常 就是我們自己拍攝的 的這些店裡的食物的樣子 那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我的食物感覺好像 就是不太一樣 是我自己覺得不一樣是 我總是希望它看起來要很美 就是我覺得沒有美我可能活不下去 對 所以那個我的食物裡面 我希望它看起來可以讓大家很賞心願望 然後看起來就有愉悅感 你不要吃你都已經覺得是開心的 然後 可是當然我覺得前提之下它是要好吃的 就是我也想要傳達在我的食物裡面 告訴大家 就是你們應該要開始慢慢回歸什麼叫做真正的 所以我覺得 你應該要重新去認識你們的味覺 重新去照顧你的心 重新照顧你的身體現在需要什麼 我覺得從食物這件事情來說是很重要的 因為如果你散在你自己的身體的時候 身體會給你很大很大很大的回饋 對 OK 所以我覺得從剛剛講了這麼多這麼多的照片 這些照片都是我們自己拍的 因為我們就是希望呈現所有我覺得美的定義 美的樣子 美的感受 美的體驗 還有跟人之間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美學的那個品味 其實 又包含了天地人這三個元素 天地人三個元素其實是 在製酒的時候是一個很需要的三個元素 因為它需要空間時間 還有土壤還有人去製作這樣子 所以 我想要講一個故事是跟這個有關係的 OK 我想要讓你們看看這個空間 我想要讓你們看看這個空間 OK 剛剛那幾張照片就是有我們店裡的一個空間 然後那個空間裡面有陽光 有一些青苔 然後有一些 對 一些畫面 然後之後的下一個就是我去農場裡面 真正接觸土地 然後去採了那些食物 然後手上這個琉璃巨花 就是所謂的天跟地 因為天是有時間 然後空間它就會形成 應該怎麼說 我覺得是需要這一些 有些東西就像有一些 我們店裡有非常多老東西 因為它都是時間造成的 然後在那個空間裡面 你就可以感覺到那個時間 可是如果沒有講話 其實根本沒有時間也沒有空間 因為其實我們應該都要丟掉時間 活在這個檔下 就像我剛剛有多麼緊張 我現在還是要回在這個時刻 然後我覺得我現在很享受 因為我很感動就是 這樣的天時地利任何 讓我站在這裡 我覺得有一點使命 可能是我要分享的東西 等一下你們就會知道了 對 然後 然後這個地 我覺得當我在 當我在去親手去感覺到農夫告訴我 他怎麼樣友善這個土地 永續經營 然後等等的 然後我真的自己去踩 不管今天下著雨或是什麼 我真的去踩的時候 你感覺到你拔土 然後那個土鬆鬆的感覺 你會真的覺得 你在做一件很有能量的事情 然後當你把這些東西處理好 洗好 然後之後你在自己親自用很簡單的東西 炒一炒 燙一燙 你在吃它的時候 我發現我得到的感動是 我覺得我的細胞 它知道它很有知覺 在吃一個很有能量的東西 這跟我們隨隨便便買到一個東西 或是別人送來的一個菜 你吃或者是 那是完全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想要把這個感動 分享給大家 我希望大家真的可以開始 不管你會不會做菜 你會不會做什麼 你都去感覺 因為這件事情是非常美妙的 然後其實每一個人都會做菜 就像你的媽媽都會做菜一樣 對 然後 所以講到人 我就想要講一個 我今天最想要表達的一件事情 本來是希望我只要講十分鐘就好 可是有五十分鐘 OK 就是我想要講可麗露這件事情 就是可麗露跟我想要講的人 這件事情是 是非常連結在一起的 對 一般的可麗露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吃過 它其實是一個法式非常傳統的 十八世紀 開始就有這個甜點的 然後呢 它的主要構成其實就是萊姆酒 蛋黃麵粉 然後香草甲等等這些 做出來 然後它形狀一般是長成這個樣子 然後 外面脆脆裡面是柔軟的感覺 然後裡面有非常濃的香草甲 跟萊姆酒的味道 吃過的人應該都知道 然後它的剖面其實就是這樣子 有一點很像蜂窩這樣 然後外面脆脆的 OK 然後現在也有人把它做成一些迷你版的 對 因為它改良了非常多 可是都還是在這個形狀裡面 OK 然後這個就是我的可麗露 我的可麗露 就是一個黑豆干 一個石頭 長得不曉得到底是什麼東西 好硬喔 到底是什麼東西 OK 那 講回來 我覺得可麗露對我來說 它是一個這個傳統裡面 然後 大家都做這個形狀 而且它就叫天使之靈 然後 就是 怎麼說 沒有人想過要換過它的樣子 或者是把它改過 只是在它的大大小小跟味道裡面做改變 那我為什麼要創造這個東西 是因為 我所有的美感 就想要用這個東西說出來 我在做的事情 跟我這個人出發 我的觀點 我的感覺 我的性格 我的 我想要分享的東西 其實 其實 其實我只是想要非常回到 我自己到底我的創作是什麼 然後 這個創作其實看起來很簡單 可是是不簡單的 是我花了一年 半夜一直在研究實驗 然後考了一個小時半 我就在烤箱裡面看了一個小時半 從它長大樣子 對 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覺得因為不滿足 所以我一直很反骨的想要去做一些 沒有看過 沒有人做過 包含我們的店 根本沒有人敢在台灣做這件事情 或是 它真的是台灣嗎 然後 我做的這個東西是因為 我覺得我才能真正傳達說 那真的是我體驗的 不管是哪一個 哪一個城市 哪一個我欣賞的國家 哪一個設計 哪一個設計師 哪一個風格 可是 那還是別人 可是我開始去知道 什麼叫做我自己的時候 當我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本來不知道 可是是當我呈現的時候 我才 恍然大悟說 喔 原來 它就是代表我 你的價值 就在你創作 那是經過你自己詮釋 經過你自己消化 經過你自己的 世界裡面 長出來的東西 那 我可以很有自信的說 它就是我 為什麼 因為 它外面是脆的 外面是柔軟的 我想要說的是 身為一個女性 我覺得我們其實又堅強 又柔軟 包含我今天穿這個衣服 這個樣子 其實是很飄的 可是 我其實一點都不飄 我覺得我踩得很扎實 然後 很多事情我覺得 你必須看起來非常努力 才能看起來毫不費力 這就是我在做 所有所有細節 跟沒有關係 跟美沒有關係 跟任何 我覺得在生活裡面 我在意 我講究 我很在乎的東西 都是這句話 就可以 把我一句全部解釋 清清楚楚 所以 嗯 我不曉得現在有沒有人跟我一樣 有感觸到 因為你們可能會在你們的心裡 有你們自己的 波濤洶湧 可是波濤洶湧 是看不出來的 對 然後 嗯 我希望 這個可麗路的概念 可以 分享給大家 就是 嗯 我覺得今天來到現場的人 一定都是很有知覺的 在選擇你們自己想要的東西 然後 嗯 我今天站在這裡想要分享的東西 是一種 我希望 每一個人 可能 都會 嗯 在某一個階段 你突然 領悟了 你突然 知道你在做什麼了 然後 很清楚 很有覺知的 過著每一個當下 因為 我現在其實 因為就是 我覺得我 找回我自己的力量 跟我已經 花了這麽多 時間 我的店 它現在是很有一個生命力的 不管它未來在哪裡 它就是會一直在 成長 它會一直精進 它會一直 前進 就是我們堅持 跟我們的動力 可是這個東西 聽起來非常的 就是 好像只是一個文字代表而已 可是我覺得那是很多實實在在 在 在 每一個人的生活裡 我覺得每一個人 都是非常非常獨特的 那 我講了可麗露這個堅強 跟柔軟 是 也很想要 鼓勵 同樣跟我在 不知道自己是誰的時候的 女神 女性 可能有時候你可以 有這樣子的感覺 然後鼓勵自己 那 對於男性 我也覺得男性辛苦了 就是你們在這個社會裡面 太多所謂的制約 那 我覺得想要告訴大家是 如果我們大家都是可以非常友善 自己友善這個土地 然後 好好的吃東西 好好的吃一頓飯 什麼叫做好好的吃一頓飯 對我來說就是 好好的今天 跟你坐在你周圍的人 好好的交流 好好的聊天 好好的療癒 好好的咬多幾口這一道菜 好好的聞一下 好好的用手去吃 因為我的可麗露是不給叉子 也不給刀子的 因為我希望你們用手去感受 因為如果你用刀子它會飛走 很好笑 很好笑 可是用手拿 你可以去感覺那個溫度 那個味道那個脆 那個聽那個聲音也很好 就是好好的吃那頓飯 好好的去跟你周圍的人相處 好好的聽人家說話 就像我好好的看著你們聽我說話一樣 然後 然後好好的愛自己 因為我現在非常愛我自己 所以 當我被找到了這裡的時候 我其實又害怕 可是我覺得 我一定是有個使命 所以我要站在這裡 然後 我也謝謝 朱平先生 跟 敏 他們看著我 然後 給我自信 讓我在台上 可以分享 分享我自己所謂的 美這件事情 美這件事情 很抽象 可是我把我這個 可能就是一個愛做夢 看起來 很虛幻的 可能就是 嗯 左腦不發達 右腦太發達 所以我是一個很有直覺 很直覺力的人 我是用圖像式說話的人 有時候你叫我突然要思考的時候 我就講不出話 我就會卡住了 因為常常我們在採訪的時候 我就會飄走這樣子 對 所以 我今天可以分享 這個 我自己 我自己個人的哲學 就是 凝聚 所謂這句話 就是 真正的自己 呃 凝聚那個 投入那個時間 然後 我學 我從這個土地 學習到的東西 然後 我再把它轉換成 是我自己的 力量 我自己的 營養 我自己的養分 我自己的設計 我自己的create 所以我創造了 剛剛以上你們看到這個畫面 就是 我現在可以很扎實地站在這裡說這些話 是因為我做到了 我把我想像中的 美好世界跟我美好的意境 跟美好的畫面 用我的手 用我的眼睛 用我的知覺 用我的耳朵 用我的心 去把這些事情完全表現出來 然後在這個同時 我還是一直在洗手 我覺得我渴望每一天 起床 我今天又要遇到什麼事情了 即便是不好的事情 我也可以學到很多 因為其實要當一家 開一家店 我每一天 都有接不完的挑戰 對 所以 我要讓我自己保持優雅 是因為我希望我可以準備好 面對這一切的狀況 然後我還是可以快樂的樣子 然後我又是可以開心 同時我也可以給我自己愛 也可以給別人愛的人 對 所以 今天就是謝謝大家來到這裡 然後我也希望 我 我的一些語言裡面 可以讓你們感覺到 一點溫暖 這就是我想要傳達的 然後 隨時歡迎你們到我店裡走走 喝喝 然後 感受你們自己想要感受的 空間也好 跟想要聚在意的人聚在一起 其實我覺得生活 生活其實很 就是在這一些 你們覺得很正常的事情裡面 然後忘記了 然後 沒有好好的去體驗 我覺得體驗 好好的體驗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所以 我覺得我們大家一起回到自然 就像我今天拿這瓶酒 其實是自然酒 我們點非常多的自然酒 其實也是要 喚醒一些大家 回到更自然的那一種狀態裡面 然後 你就會開始變得不會這麼恐懼 不會這麼害怕 不會 因為 要花很多時間 要去看很多的東西 來滿足你自己的恐懼 對 然後 多跟大自然相處 多 多跟你想要 享受 分享的人 然後一起相處 然後 多多 多多說好話 然後 好好的 好好的生活 對 然後我要分享的是 我今天早上起床的時候 突然有一道光灑在我家的一個櫃子 然後那個光是 不是一般的光 是光到我覺得好像有一個天使的感覺 那是 其實那是一個訊息 那個示意說 我其實就是一個光的分享者 然後 所以我覺得 希望大家也覺得你們 其實 坐在這裡 你們今天 起床 你們要來一個地方 其實 你們也同樣的 很有知覺的 一直在探索著你們想要 對你們自己很棒很棒 很有養分的事情 對 所以我覺得 今天的光給我很大的能量 然後很 很敢 站在這裡 然後 拖了鞋帶的酒上來 然後謝謝大家 很誠懇的聽我把 這一段話講完 這樣子 謝謝你們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任何問題 想要 我們給Roe 最大的掌聲 再來一次好不好 然後你現在可以喝杯酒了 可以 我想帶 我自己也想帶大家 問Roe 幾個問題 我知道說 我們曾經 聽你說過說 食物對你而言 只是個載具 只是個媒介物 你希望藉由這個載具 然後傳遞你心中 帶給人們的美 那我不知道說 你當初學髮型的時候 各位知道他可能 Roe 曾經學過髮型 然後他可以藉由這個載具 然後帶給人們 你心目中的美 所以你選擇一條 跟一般人完全不一樣的路 是 直接 拿自己 應該要五十萬吧 很高的金額 然後 去做學習 然後 不是 不是像一般傳統 我們都要當學徒啊 等等做 然後他同樣反應在你後來 當人們說 嘿你對食物是敏銳的 你也察覺到說 你自己好像有這個 有這個特質 然後你也毅然決然的 就 放棄你當時的生活 就飛到日本 然後待了三年 然後 我自己也待過一段時間日本 花很多錢 而且很辛苦 如果你去玩非常好 但在日本生活 非常不好 我有在日本生活 沒錯 我很想要知道說 你覺得現在的Roe 你的載具 它有可能變化嗎 載具會是你的風格 還是透過載具傳遞美 會是你的風格 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 好 謝謝 這問題會不會太長 不會 可是你所謂的載具 比較 對 你現在的載具 你現在的 大家對你的介紹會是 噢 你是個主廚 所以你的身分是主廚嘛 所以我們應該稱為 你是一個有風格的主廚咧 還是你有可能成為 有風格的另外一種身分 OK 好 我知道了 好 學頭髮的時候 我覺得它對我來說是雕塑 這是鄧爸教給我的 因為它就是這樣教我的 就是你就是去做 你就是去感覺 這個是這樣 然後 OK 所以那時候我覺得 所謂的髮型是一個雕塑 我們怎麼樣去讓它 每一個面向看起來 因為每一個人的樣子不一樣 頭髮不一樣 髮流不一樣 膚色不一樣 習慣不一樣 然後 對 顏色不一樣 什麼都不一樣 當在學頭髮 那個雕塑的感覺 我覺得在我的腦袋裡面想 所以我在剪頭髮的時候 就不是用剪頭髮的概念 可是當然我還是會把它當成是人 然後聆聽這個人 想要 所以 髮型是雕塑 然後在講到食物的時候 食物是畫布 然後我的顏料 我的材料 我的食材 全部都是顏料 它有很多顏色 然後 我會先設計好我的主題是什麼 然後畫出那一道菜 我是這樣做事情的 所以 也是我覺得我 因為少了什麼 所以我有什麼 也是慢慢我開始在這個過程 經過了這樣子的切換 然後體會 跟實際上面去運作之後 然後到了我現在這個角色 是 我現在的稱呼大家就是說 你就是Chef 你是主廚 可是 對我來說現在 未來的我 跟現在的我 我想 我更希望我自己是一個生活家 對 然後 我自己覺得我就是藝術家 可是我不用對外告訴別人我是藝術家 因為我覺得 我在做的東西已經這麼明顯的 他看到他的樣子 已經就是長得不一樣了 而且我也 我也有自信知道說 那個東西已經 不是我只是一個廚師可以做得出來的 或是其他廚師能做出來的東西 也不是我能做的 因為每一個人都有屬於他們自己的語言 去創造他們 創造 或者是去詮釋他們的能力也好 價值也好 或者是他們的天分 對 所以 我覺得現在的我 更希望用更高度的那個我 看著那個我自己 然後 領著我自己前進 然後看到更大的東西 然後我分享更多深層的東西 不管是要講到人的事情 還是要講到現在這個世界在變化的趨勢 因為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那個趨勢一直在變 不管是今天的時尚的趨勢 或是髮型的趨勢 或者是食物 現在走什麼風格 分子料理 北歐風 很多很多 或者是說 這個趨勢以後的發展 現在都是大數據等等的 有很多的東西 他變化的很快 可是我覺得唯一不變的是 人心 這件事情其實一直在回歸自然 結果這件事情沒有變 只是我們不敢 勇敢的回來 回來 那個本質 或是回到最初 我們都一直被這個外界 告訴你要這樣這樣 那個制約 那個貼標籤 那個要怎麼樣 或者是比較競爭 可是 其實那個是 你沒有辦法很清楚聽到 你到底要什麼 或者是你的內在到底在徬徨什麼 那我覺得所有的人 都在找一個安全感 找一個 你自己可以相信自己 跟價值的一種狀態 所以 因此我 用了我的手法 我用我自己覺得 我希望美 都 都在我的周圍 不管我接觸了什麼 那我希望我也可以一直活在這個狀態裡面 然後 之後再把我自己體驗到很棒的 這一些的 無形的抽象 有形的 有形式的 沒有形式的 觀點的 真正的 或是可以被講得出來的 這所謂的 意境或美 或者是 你覺得漂亮 你覺得很棒 的事情 都可以 可以去感染 讓大家也記得自己也可以 其實我只是想要做這一個 這一個按鈕的人而已 其實你們只是今天來按了我 然後我自己發言 然後像一個機器人一樣 告訴你 然後這件事情而已 對 我覺得可以更像 有一種遊戲 然後去體驗 這些我覺得 可能以後還有更多棒的事情 因為我覺得還有好多地方 我還沒去過 我很想去的 很多很多 我覺得只要有興趣 我的熱情就會出來 有熱情的時候代表就是我有興趣的 所以我就是跟著我的心 然後我覺得這個感覺 真的很棒 棒到就是 你每天都很想要好好早上起床 你下雨 太陽 你都覺得很開心 對 所以 我覺得今天剛剛Jack問的這個問題 我也想要告訴大家的是 我 我會 好好的去體驗這世界給我的東西 然後再 給世界 我可以給他的東西 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 你好 不好意思 聲音 有點感冒 我是Coco 你好 我認識彭蜜秋 二十幾年 對 我跟Jack認識二十多年 哇 我是十六歲 進入美法業 哇 我是十六歲 現在在上海工作 我是回來投票的 好棒 OK 我很想問Zoe 一個問題 請問你 請問你是不是 經常問自己 你是誰 想要成為什麼樣的人 是不是 就這個問題嗎 還有還有 OK 請你先回答 我還有下一個問題 OK 我不會 因為我曾經覺得我到底是誰 可是我再也不問了 因為我現在是 回來跟我自己相處 回來照顧我自己 好 然後回來找自己 我沒有問我是誰 因為當我找到 因為我本來就是我了 我本來就在了 所以我不用找我是誰 當我回來我的那個自己 我來找到那個自己 我就知道我是誰了 OK 請問你什麼星座 私人的問題 我是金牛座 很棒 上身在雙魚 所以我現在整個人很夢幻 對 OK 我也很夢幻 因為我是水瓶的最後一天 雙魚的第一天 上身是獅子 哇 所以 月亮在摩羯 哇 所以很奇怪 不會 我一樣 我覺得每一個人都奇怪 可是也不奇怪 對 接受自己 所有很多人面相 我覺得就是因為 有很多面相 可以很豐富 因為我們每一天 可以變換不同的樣子 我們都為了很多樣子 做很多的切換 其實很好玩的 所以我也是覺得玩啊 就是做美法 第一個要素就是 你要玩起來 如何玩 play 你怎麼跟客人play 我們現在店是 酒水無限倡飲 喝到飽 免費提供 哇 對 有空可以來上海 來我店 好 對 OK 沒事了 不過謝謝 謝謝你的分享 因為我在台下 每一個很誠懇的眼神 看著我的時候 我都覺得是一種肯定 然後你特別 除了 豬品本來 就永遠給你很肯定 然後還有Mine的笑容以外 就是你 你 點頭 非常的誠懇 就是 我可以感覺 你自己 你自己也在你的小世界裡面 感覺到 你自己好像找到一點 跟你同樣的一些 一些感觸 所以 謝謝你這麼誠懇的 點著頭 給我這麼多的肯定 謝謝 沒問題 謝謝